來了,大家都要來一點不一樣的 這個卡薩丁真的是蠻出乎意料的 那這個也是對丘比來講很關鍵的一場 因為這個大膽的選角一旦不成立 選舉就將陷入零勝兩敗的絕對烈勢 我完全是要看丘比的發揮 當然他在今年的LCK是有玩過的 而且那場比賽剛好是我轉播 少數播的LCK比賽就被我播到他的卡薩丁 已經夠少了 然後那場比賽他也是順利的 爬遇到了16人 這一場就要來看一下 因為他這一場要面對的是球女 其實前期在對線上面 不是這麼的舒服 對,還是一樣嘛 端手打長手 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而且他如果帶的是瞬其步伐的話 又是 算是有小被削弱一點點的 這關鍵符文 那球女也是帶著相位衝擊 對,FlyQuest這套陣容 我覺得他們一直也來理解 就是特別是在鱷魚出來的時候 就是當他們的手套跟 這個步履破壞者出來的兩件狀開 他們就會非常積極地去尋找碰撞的機器 對,尤其是Inspire的贖罪 也有拿到手的時候 那就會是他們的強勢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需要關注的兩個點 就是先去應對一等的換線 必須要做得比上一場比賽乾淨很多 所以他們看起來是想要來主動換線 但上一場也是差不多的劇本 不過最後是選擇陣隊 對,那你看到他們做的一個調整 Kennian看起來是要回去防守自己的野區的 但伊澤其實已經來到上路了 所以這又會是一次的Fly主動來換線 對,FlyQuest再度主動換線 但這一場至少 好消息是Kennian他的第一輪的打野 沒有被對面給影響到 剛剛那場的FlyQuest是主動換線搭配進野 那這場換是反過來要去入努努的野區 那我記得你也有提到 就是其實野河這種角色是比較 不喜歡被換線的 就他的刷野路線會變得非常固定 其實野河反而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 所以應該說 反過來講應該是 如果你是要去執行月塔的那一個人的話 那你可能會有點擔心 那你可能會有點擔心 就是你的驅趕對我來講不曾影響 因為我可以快速地RA掉第一輪的野怪 欸,但伊斯派好像是沒有吃兩隻小狼喔 只有吃到大的 對,因為努努他一等點這個Q 他的刷這種小怪很麻煩 是 但其實在吃野怪上面是速度非常快的 所以等於說 Canyon這一波的換野 他還是有被一點點的影響喔 那中路反而是 邱比又被打了一下狀態 掉到了半血左右 對 應該不是只有上前抬到 就是靠回春根會突然蹲慢慢地回 邱比前面 那必然是要抗壓的 是 那輔助野精來到兩等 那現在走回去路上也不會有其他的人 應該是可以安全地來到下塔喔 那全局看起來是要速推 兩波線進去看能不能趕快把PPO的TP打出來 因為他們應該是沒有想要去 躍這個鱷魚的打算喔 但上路King 得第一瓶水其實已經喝掉了喔 然後 然後 Inspire也來到上路 感覺是有機會在 待會執行塔剎的時候來到三等的 不過TP 應該是鱷魚的TP 決定回到下路了 喔 我不喜歡Canyon的這個判斷 他選擇往下塔靠了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個月塔 從頭到尾就是不成立的 他可能是想說 VIPO如果沒有TP下來 是可以做到的 對 但是你去月一個瑞空其實也沒有意義 對 所以我 我不太喜歡他的這個判斷喔 這反而有點Delay到自己的帥速度 而且Inspire是再次跟三等比賽做一樣的處理 他把自己的BUFF放著 先去 確保他有做到 就是兩邊野區的 進攻野區 的對換 就是盡可能去壓制對方的打野 為重點 但下路 點燃已經被掛上去 VIPO先被專注射擊 打了很多的傷害 不過紅怒還捏在手上喔 所以另一邊捐局也不敢 真的ALL IN到底 這個交換上面最吃虧的人 還是Canyon 他的節奏上是小輸的 然後他也掉了一攤野怪 而且中路的壓力是真的很大 雖然說有一個多蘭盾有一個瞬級步伐 不過長手打短手的優勢就是在那裡 沒錯 兩位 兒時好友的對決 是不是要再來約制了 現在是三個人 而且這次Canyon是有四等的 不過紅怒先掛一下VIPO 先被掛了一個虛弱以後 看一下誰扛哪裡 還是扛他反而是VIPO 雖然說最後倒地了 但也是讓對方付出了蠻多的血量代價的 先點再幫扛一下 然後拉掉 哇這一波捐句的處理就很漂亮 在Canyon沒有Q的情況下還是選擇O1 那不是有在第一時間虛弱是直接掛在Canyon身上 但還是足以把傷害給打出來 那邱比在中路閃現也被打出來了 雖然說手殺有讓下路線拿到 不過中路的壓力真的很大 對 那邱比在上六之前就要小心一點 但六等之後他不是那麼怕努努的一隻英雄 但是六等之後還有機會再來搞他一波 那現在是把麻糬給掉回來下路線 不過待會六分鐘的這個幼蟲 其實捐句的閃現是掉的比較多的 對但這一波捐句能夠越到鱷魚已經非常重要了 因為賈克斯打鱷魚這個對局 發育起來對賈克斯是有利的 那你怕的就是前面正常的護閃 這邊邱比沒閃要死了嗎 這個台有抬到 雖然說有開了一個盾出來 但是因為沒魔了 跨的所以傷害並不足夠 跨的是不 應該說不死有的這一波大隊有點急了 跨的是沒魔的 所以他其實就只能運一個球過去 對而且完全就是邱比他在被控制到之前先丟出他的Q 所以POP起了一個魔盾吃掉了非常多的傷害 這一波反而被耐得已經撿到人頭 而且上半部配置也是開啟了這個Q 開始瘋狂爆點 POP被打出了強攻 血量只剩大概200滴 但好險回到了塔下 所以這個 現在這樣的發展的局勢 POP被越掉那一波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傷 賈克斯會提早進入到他可以跟鱷魚對抗的時期 反而是現在奴奴其實在前期 還沒有太多他的畫面在 我們一開始第一次他選奴奴的時候 我以為他就是前期會瘋狂Gank 但只能說對這個角色理解不夠深 他們的奴奴就是 八米灰燼 酥醉神石 沒錯 我們再來打團 現在來看一下剛剛這一波的塔莎 而且他是先回了一口魔 再丟了自己的Q 秋皮的這種微操還是 細節拉滿 還是可以吸引 因為我猜不確定 因為對卡薩丁的角色不夠熟悉 他剛剛那個魔量一開始應該是 沒有辦法丟Q的 所以 FlyQuest還覺得自己傷害夠 但 他先A了一下回了魔之後再丟Q 就完全來的 對就完全來的 哇那反而三重 在第一波是被Gengi 通通拿到手 當然第一邊是有成功做到小龍的交換喔 Spile已經在吃了 所以FlyQuest也還可以接受這樣的交換 但 現在開始必須要止血喔 鱷魚這條線 現在 反而是選舉主動的 想要讓 艾希跟 這個 納迪伍斯來限制他的發育 是 我覺得這個判斷滿好的一個點 就是在於 呃 艾希跟 應該說艾希 一隻角色 Only 他就可以 有可能能夠限制到鱷魚 因為我覺得中奧鱷魚了 但 反過來講伊澤瑞爾跟瑞公其實比較難 對甲克斯做到頭上的事情 而且 FlyQuest這個 附魔師坦克的祖國 非常仰賴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鱷魚的兩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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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們能夠開始接戰的信號 但是 這樣一個他的兩劍裝 會被delay非常久 然後在中間就會是 捐局都可以來碰撞的時間 那現在大概輸到了一等半 現在想要來爭奪藍buff 重擊加藥 哇 InSpile 還是可以把自己的藍buff守住 對 他現在上到了六等 奈德利還是在前面有被這個換線 影響到一點自己的節奏 然後兩邊再把自己的下路線 給調回來 現在是回到了陣線隊 對 那現在對FlyQuest來講 就還是很難受 他現在輸了 將近快要兩等的等級 對 卡拉丁來到六等 以後 稍微是勉強可以把線給推出去 他現在這個出裝 離 他的時光還很遠很遠 欸他看起來是 應該是只有讓大天使呢 我覺得還是要時光欸 卡拉丁的等級太重要了 那時光對他來講 就是等級最重要的一個路 來了 不過邱V是大絕 有六等的 所以這個位置 捲到 再加上絕對零度 這傷害並不足夠 右邊 OMG 踏步走了 反而是塔的傷害 把inspire給留下 他剛剛是A了一下打了瞬擊 加上Q給了魔盾 又是在傷害計算上最細微的差距 而且這個魔防斗篷 很關鍵 對 雙AP的組合 當然不是為了防禦啦 就是單純因為他前面真的對線 對牛羽隊很不舒服 所以這個水星血也好 魔防斗篷也好 在前級確實是重要 所以他不是先出時光的組件 而是先出魔防斗篷 絕對是正確的判斷 但後續的處理上 一樣就是在最細微的微超 好 就難怪這個角色 超Q沒有人在玩嘛 因為你要玩到這麼好 你才不會死 但是這樣一來 七七歲準備了 快要離那個16越來越近了 而且上路也被打了一下狀態 VPO 雖然說後面有inspire來 但其實King的血量是比較多的喔 在滾球 不過也知道Kennyo在旁邊 所以inspire沒有追到底 那現在反而是各線路其實都有一點點 被打退了 這個線他又被打出了大絕 現在King就是繼續對壓制了 這場比賽這鱷魚真的是已經登出了 關鍵真的是第一波讓鱷魚下來首線 可是後續 捐捐還是秀到了一個4月2的機會 而且3月2的機會 而且那波執行得非常到位 那現在弗萊斯想要靠著中路的優勢 去不斷地待撫秋V 不過秋V靠著自己的操作 好成功化解 想要壓制卡薩丁 壓制兩次被他換到一顆頭跟一個豬 反而讓他的這個超前發育了 提早出出來了 對 現在再把線給換關 因為第二組的幼蟲在30秒後要出來 對而且非常多的卡薩丁他會 應該說非常多的這種會出時光類型的角色 他會想要先出一個850塊的暴力魔杖 但是對球比來講 他自打完全沒有需要在前期打任何的傷害 現在反而是King已經可以兇VPO了 8等打7等 你看兩邊的裝備真的差太多了 另一邊想要打到底的King 發現不對後面有人 趕緊的在一個跳展拉開 這個球滾得到嗎 沒有 是一個插邊球 那King也留不住 右蟲第二組感覺也只能讓掉 Fly有沒有辦法做到交換 賈克斯打鱷魚這個對局很重要就是兩邊的物防血 什麼時候先伸出來了 那對King來講他前期沒有對照性 他甚至不需要考慮線上物防血 但這兩件三項的組件就讓鱷魚非常吃不下了 鱷魚這一方對物防血的要求我覺得是更高的 是 那其實Inspire是只能幫助VPO把線給擠掉 所以這個第二組的幼蟲是連看都不看一眼 我覺得接下來重點就是 圈局有沒有考慮要趕快把線換回來去防守第二條的小龍 六蟲已經拿到手 然後李漢斯也被稍微留一下 但也是來到了六等 對 剛剛是選擇勾補石油不是勾牆 用烈力衝擊來抵內掉一點傷害 那VPO再交了TP回來 裡面King也是交TP 待會小龍30秒後 準備重生 但其實NuNu的位置是在上漫步 那邊因為雙人線都還擺在上路 所以這個龍可能不會準時動 但轉圈局拿到了六重 所以他們這種邊線陣拿到六重 真的在中期就有很多操作的空間 是 你只要在營運上面慢慢去一步 很有可能這個兩個邊線角色就會 在邊線賺得很薄 鋼豪的也是因為打卡薩蒂的關係 其實是出了水滴的 所以他的裝備也是會比較晚出來 但這場比賽他出水滴當然是比較正確的判斷 所以我們提到 這個版本當然有這種比較偏爆發 盧敦這一攤的 盧敦的 對 但是 先看這邊的月塔 VPO是有大絕 然後在D3以後 King跟上一個E閃 但血量上面反而是King 遭到塔的擊殺 VPO這波活了沒有死 Kaniel的塔殺也無法成立 第一波兩邊的判斷感覺有點沒有在同一個溝通上面 Kaniel看起來沒有遙遠 但是King還是選擇交閃跟了 對 然後Kaniel他是急忙之下 他用重擊想要中掉小兵之後Q到鱷魚 但是沒有Q到 所以傷害上就被鱷魚的紅度Q拉起來了 而且我記得他是兩段一都有滑到 就是滑到一個對方跟不上的位置 我們這波的塔殺成功讓VPO回到遊戲中 對 回到遊戲了 而且這個塔 算是月塔失敗以後 現在下半步要動龍也沒有辦法 反正是Fly可能是可以率先來動龍的 Fly會再做了一波先的交換 讓有TP的Q拉去傷後收線 那這個龍兩邊就先放著 就以Genge的視角來說當然不急 對 當然不急 Fly目前打起來可能因為會有一些變數 所以也是不急的碰 現在修復已經來到十等 對 時光之上出出來了 所以現在開始計時十分鐘 對 十分鐘會再多一等 沒錯 那那個時間點大概可能會再十四等左右 對 那VPO回去路上的時候被抓到 不過旁邊BUSH其實也在旁邊 PACE還有閃交出閃線 打絕一卷 但是卷空了 零邊 Inspire雖然說趕到正面的戰場 但Marslou傷害夠嗎 Lihens打算賣掉自己 讓隊友來做撤退 對 那這樣的話龍 Fly會是控不到 但是卡薩丁呢 跟賈克斯兩個人都在推線 對 要注意到是 現在沒有任何人可以防守他上路 就算VPO復活之後 他也沒有辦法去 他也沒TP 看用想要來偷一下 不過是被側邊的Quad給抓到 這一波我覺得Quad的TP是不太能交的 因為現在可以看到卡薩丁 現在吃兵吃得很開心 月塔好像還拿了一層還兩層的樣子 Lihens剛剛那波勾這個龍鬚的牆 然後去送死 他應該是含笑死去的 他知道這一波他們已經賺翻了 首塔掉在秋冰身上 卡薩丁拿到了第一座塔 領先隊位1300塊 這個TP不能交 真的不能交 那這會是本場最嚴重的一個 算是一個關鍵的 對 我覺得他們在遊戲內容上面 做出來的一個調整 非常迅速而且到位 他是抓著灰口來打 這可能也是考慮到他們覺得 對線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他覺得他的隊友 應該說選手扛得住 所以我選了一個真的是超後期的角色 應該說他們放出來的鱷魚 知道這個是他們的 算是他們遊戲的主軸 他們這套戰術當中的主軸 那與其去限制對方的carry啊輸出位 不如針對他們這種真正的核心 就是前排的坦克 當你的前排坦克不存在的時候 你這種需要拉長戰線的 會然這種就不太成立了 是 那現在球女來到下路以後 與視者 捐舉感覺也是可以穩穩拿下 而且在剛剛那波拿龍的交換當中 布萊克是中門大開讓 賈克斯有摸到自己的爆破 所以這個預視者撞一下 中塔就會掉了 那 防守型的陣容 一旦中塔 在早早的破拍 他的影響就會很大 難道要越這個下路嗎 KING也是趕快把這波線給洗完 其實布萊斯 插了蠻多眼睛在下半部的 對 那這波和卡拉丁回去接下路線 因為這個二塔掉了 所以他們其實有比較多配線的空間 看一下這個遠方的大兵艦 有沒有辦法留住跨的 沒有 是 掉了幾根毛 但丘比已經開始持續他的追擊 他等級甚至比跨的還高 對 那他有可能 這個 時光疊好的時候 就是16等的POWS8 所以不要來毀天滅地了 不過因斯拉爾斯先 稍微對PAYS做出一些限制 而且儲罪繩子已經露出來 但是 咦 卡拉有點多的塔 反而自己死了 裡面PAYS也已經射起來 還在持續地做輸出 裡面KING也是TP下來 再被勾到 Etherail走不掉 Triple Kill Gate到PAYS 說實在話 目前7顆頭有幾顆是FlyQuest 自己想越中塔越丟的 呃 這難道就是你剛剛提到的FORFUN 這應該已經是第三顆頭了 滿地有點開心 對 他加上後續的損失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 比較熟悉在瑞士製 階段 FlyQuest比較常犯的錯 他們在前中期其實是 失誤蠻多的一個隊伍 那特別是 其實三條線路我覺得都一樣 跨著對線實力 我就避不到全世界最頂尖的程度 那 WIPPO這邊又被留住了 哇 而且這隻TP應該是卡上第二TP 再來 WIPPO大絕雖然說有開 但是自己的血量已經不爆 而且這個頭還可以讓給Chovy 還沒16點就已經結束了 那那那怎麼辦 那那那 怪怪的怪怪的 這個NuNu推球推得很開心 一下塔 兩下塔 三下塔 然後最後還 哇被直接被被被點爛 然後他那時候一陣子也開錯了 對 你沒有開到自己的腳下 然後後面有一個TP 所以其實Marsu也知道走不掉 所以想要上去換血 沒錯 喔但 傷害就足夠 其實剛剛後面也有一點小 Lotsup地方 Lohenz的Q讓 呃 就結束了 賣衝 雖然說有捲到兩個 但不知有知道自己也走不掉了 所以是選擇賣掉自己 再逼一個閃 那死前 好應該說Lohenz也是交閃喔 逼掉對方的中路的閃 現在這樣KID 我來 閃電風暴先暈到 跨的有沒有再一發三 是把對方給頭垂破 選舉第一場比賽輸了之後很生氣 是 馬上就把手感給調整回來 來全隊是帶著憤怒的情緒來打這個第二場 哇Lotsup勾到 但這個勾其實是把自己勾到塔下 但是Page的殺力非常高 站在絕對的Dude點 點 喔Page點瘋了 對 Nudu也還沒到自己的Power Spike喔 只有出一個淑罪神奇 但不是只有想要來開 後面有一個VPO 從背後的繞背TP 是有成功抓到Page 而且拿到了Shutdown 兩顆頭 兩顆人頭緊張 Keyo現在在走 走得掉嗎 應該是走得掉 但同一時間下塔 下二塔已經被預設撞掉了 插櫃是直接放了 對面在給的御師者 然後來強抓這兩顆頭 有抓掉 但是 但是馬屬妮懶了 帥中一個奧術越前 但對面的位移比你更多邱比 RUN PAGE 他還很給尊重喔 還沒有出一個黑暗御席喔 不然這個Kazati 真的會變得很狂 無敵了 賞金也跳出來了 現在已經兩件裝在19分鐘 賞金是450塊 對位贏了2500塊 那現在FLY怎麼辦 拼牌龍也被斷了 沒錯 然後經濟落後了 大概6000塊左右 但這場比賽我覺得 對FLYQUEST跟捐去而言 都不會 就是我覺得他們心態的波動 不會有那麼大 因為 很大一部分捐去這個後期陣 之所以現在可以取得大量領先 都來自於FLYQUEST前期進攻的 自己的失誤 所以我現在對FLYQUEST來講 他們的心態也是 正常就是我們沒完好 對 我們下一場再來就好了 不會 受到那麼大的信心打擊 欸打鬼魄 又跟自己的隊友 想要把PING給留住 開箭一個反擊風暴 大絕雖然說有捏到 但有一個兵界是中洞 也成功讓奴奴拿到這顆擊殺 中期開始選舉 也打得有一點點隨便喔 其實在邊線也是頻繁地有這種 被單抓的失誤中線 PING的第二次死亡 雖然說有一個三項跟路板剛蓋 但面對到球女的AP上面就沒有辦法阻力 前一波被換兩個頭 然後這一波PING又死 然後大家一陣緊張 抬起頭來按個TAB 欸? 球比14等喔? 那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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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穩 真的好穩 那現在球比... 自訊哪 你真要人放心 14等的卡罩定 而且他現在是 已經疊了8分鐘的這個 時光之障了喔 所以等一下應該就確實會是上到16等了 這場PACE跟CANION其實兩個指向機準度都沒有做到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捐具現在 其實要做的事情 反而是 把節奏打慢一點 是 就他們完全是不希望急的那一邊 對 因為他們 現在有無限的發育 邊線的發育的可能性 而且這個鱷魚 反而是在這幾波捐具的失誤之下 他現在已經把優勢也要回來了 對 甚至已經提早拿出兩件中 對 他還輸了...他甚至在大落後的情況下面 硬出了一個泰儲品來堆疊自己的經濟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鬼魄這個選手 對裝備理解的判斷 是 他真的確實就是 他知道他一定要拿到這兩件中 對 他才有作戰能力 所以即便他再落後他前七段能力再差 他就是要想辦法擠出來他的Power Spike 那現在確實也拿到 所以這可能會是Fly的反攻的契機喔 不過其實經濟上面已經落後了6000塊 對 要怎麼打回來會是一個考驗 那我覺得重點還是 現在捐具他們會盡可能的所有的牆邊都往丘瓶那裡靠 因為當今天的會戰是Chovy有參與 就算他還沒有16等 他現在也可以霸凌所有人 哇 可以看到Bipo完全扛不住 哇 甚至是直接手套被打出來了 我有一個理論是 越老越有經驗的AD 兵限越準 配子18歲 比較年輕 這個我不怪他 第二年而已 再一個出勾 右勾到 這一隻有成功標到 對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服務 他們的服務現在的做法就是 就是直往Chovy那邊靠 不斷地在牆邊跟你去擠視野 那如果真的要打起來我也不怕 因為卡薩丁的支援速度是很快的 他現在就已經 已經10層了 所以16等就是 5分之1個等級的事情 然後Chovy再一次往前跳 但他完全不怕 現在Inspire已經被打掉了半血 再一個踏步上來 算是說先毀了一口 但這個贖罪神的位置又有一點歪 被踩到了喔 欸 但踩的位置看一下 Chovy還是可以靠自己的大絕在躲避喔 捲到 捲是捲 但是捲到娜蒂魯是想要閃現牛人 反而是閃現 換了一個死的位置 Chovy要來了 Chovy要來了 現在是Chovy全面進攻 追隨了自己的隊友 摩曲波可以有已經位到配子身上 阿傘 Chovy 很關鍵的一波 那這一波 已經是Flyquiz比較想要看到的那個會戰了 就是 Pwepo一個人進去賣 兵艦很重了 想要來塔殺 但是有一個大電蛇斷 你又算錯血量啦 完蛋出世了KING 反而被留到塔下 被反殺了 KING的狀態我覺得不是到挺好 這... 有時候兵艦還是比較重比較好 感覺是這樣 他這場比賽三次的死亡 有兩次都是自己算血算錯 對 八龍 但是就像你說的按一下TAB 好穩 16等了 好穩好穩 剛剛那一波 因為KING他的第二件是出驚人的 所以他的普攻傷害是遠低於他的預期 如果他是正常出可能是致命一擊之類的話 可能這個傷害是會夠的 再看一下 球比其實算是用臉去開戰 因為他是第一個進場的沒錯 但他們確實只有這樣的本錢 但是我覺得後續的會在後面幾乎 幾乎已經是符合Flyboy的預期 就是Bwipo已經 擺開了正面的會戰陣容 跨了套球 然後讓Bwipo再度的進場 很可惜是這個球員的卷子 卷到了Hansley 對 而且後面被KING跟Chumpy找到突破的空間 R3漂亮 R3 兩個 當然 鏡頭還是給到Bwipo 那也是效果 我覺得對Flyboy 我覺得這就是你說的心態 對他們來講 這場比賽目前的遊戲內容 單純就是他們沒有王奧現場 對 前面可能有比較多的這種失誤產生 對 我相信他們應該完全 就是知道 如果那三次的月塔 至少月秋一個那兩次 判斷上面 你要說出錯嗎 我覺得你也只能給Chumpy鼓掌 嗯 真的他玩得太好 他都把該按的技能 該敲出來的普攻 有瞧到臨危不亂 然後 招致的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是 那現在全面的視野壓制 捐具 在穩穩拿下這條小龍以後 也是本場第四條 經濟已經拉開到了一千 一萬塊了 對 而且這場比賽 也不存在任何的翻盤點 FlyQuest的陣容並沒有像第一場比賽選得 這麼偏後期 那對面的陣容又有 在後期是絕對不可能可以阻擋的兩條邊線 是 現在反而是可能只剩下強開這個手段了 對 NuNu從家裡把球推出來 但Lehan's 勾牆壁就走 而且反射的一個大兵箭 也留住了Inspire 對 後面還有Chumpy的騷擾 全身區的組合也完全不怕 NuNu正面推球的強開 你有賈克斯的跳演 你有Lehan's的勾牆 你有Chumpy的多段位移 其實是完全不怕 NuNu的球 就是有任何 有非常多人可以幫忙吃招 這個上路的二塔也守不住 又一次 Lehan's還有勾牆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的堆球 但看到 前面有點多小兵 決定算了 GNG他們在面對NuNu的站位 Lehan's都是往前站的 吃到的那瞬間勾牆 現在鏡頭一直給NuNu 因為可能只剩下 他是唯一有辦法創造奇蹟的人 但其實血量掉了很多 而且高地塔已經掉了 現在是Chumpy 想要往前做追擊 1次半也被留住 好險交出了自己的大絕跟贖罪 所以沒倒 對啊第一時間 那個大絕只是拿來給個盾 還給毒褲盾而已 還不予否在下路 開起來自己的大絕 但是高地塔已經掉了 而且上去 想要往前做進攻 但是又被對方給留住 甚至是一次半還沒有到的時候 鱷魚已經倒了 幫你的大坦 連對面的AD 3秒鐘 2秒鐘速度都躺不出的時候 這個副魔師底氣就不成立了 配置在一個閃線上前 想要把MASU給單殺 但是被留住 反而是後面 酬女再捲3個人出來 沒傷害 但沒有傷害的問題依舊存在 所以FLY這一場 可能要在這邊做結束了 26分鐘 強勢地回應第一場比賽的實力 我們恭喜的是第二場 由GENJU成功扳回一城 也可以看到 其實調整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打不贏 我們就按掉 而且 在關鍵局還是要靠球V 這次隊伍毫無疑問的 他得是球V的隊伍 在 基本上已經算是退伍可退的比賽 因為如果這場比賽 如果他們會入零勝兩敗的絕對劣勢 是